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么样使用Google Earth以及PhotoP 来实作Google Earth全功能实作这本书里面 它所介绍的3D立体地形模型制作的范例 这本书是廖振顺老师 继前三集关于毕里克梅胶的事 系列书籍之后再推出的 前面三集的书我都已经有买了 最近刚好在图书馆有看到这一本新的书进来 所以马上就借来翻阅一下 里面真的介绍很多有关于Google Earth 它实作的一些保用功能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它有提到如何使用Photoshop和Google Earth去完成一个3D立体地形的书导 但是因为呢,Photoshop是属于付费软体 所以我想把它改用我们Photop这个免费的云端服务 它基本上就是线上版的Photoshop 原则上操作的方式非常的一通 那在这个翻例里面 我也稍微调整一下老师所使用的方式 让大家呢,未来可以更方便的去调整这些制作的内容 以下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我们就来依照廖老师所提示的方式 来制作3D地形图 待会呢,我们会用到Google Earth专页版 以及呢,Photop的云端服务 所以呢,您可以先把Google Earth专页版把它下载安装起来 另外呢,Photop的部分 它本身已经有提供繁体中文 您可以在我们这里所提到的 把语系的部分把它切换成繁体中文 首先呢,我们要在Photop里面 先建立一个背景透明的红色方框 我们呢,就在Photop里面先新增专案 重点是要把背景设为透明 专案的大小 其实你可以用它预设的 也可以自行设定 这都没有关系 我们就把它设为透明 按下建立 接着呢,我们使用选取工具 举行的就可以了 我们在中间的部分 画出一个矩形 完成之后,我们把它做一个反转 这样就可以选到外侧的 没有选到的部分 接着呢,我们可以使用这边的油气桶工具 把你的前景颜色 把它设成黄色的 倒进来 这样就完成了 现在呢,你就可以把它 储存为厚领的PMG涂档 现在呢,我们打开Google Earth专页版 找到你想要制作3D立体 地形的地点 在这边呢,我们来搜寻长江三峡大坝 找到之后,你可以把视角再往后退一点 找到适当的位置 那请你先维持在像这样的 平面的2D状态之下 原本我们在Google地球里面 它其实有显示很多的地理资讯 那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比较干净的地图 可以先把这些地点 道路 然后把它先关闭 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正中间这里 有我们刚刚搜寻的三峡大坝 那如果说您不想要把这个显示出来的话 你也可以来这边再记录这里 您会发现我们现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打勾 我们把不要的这个部分 把Google关掉 那您就不会看到刚才这个三峡大坝的 这个图示在上面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刚才的红色外框图片 把它叠加到我们的地图上方 你选按这个增加图像叠加成 在这里呢,我们会先看到上面有一个绿色的矩形方框 这就是未来我们红色外框它所要套用的范围 那如果你想要移动它可以直接用中间的这个位置来做移动 在这里呢,可以做旋转 另外这旁边的这些就是可以调整我们 图像的大小 所以你可以把中心点,比如说我想要对到 长江三峡的大坝我都放在这里 那下方这里呢,我的这个位置我想要让它变大一点 变比例上可能是比较属于长方形的 你就可以像这样去做调整 调整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按下浏览 找到我们刚才所输出的那一个png图档 这时候它就套用进来了 那您可以看一下套用之后的结果,满不满意 如果不满意还可以再做调整 未来如果你有需要再调整这个大小或是角度位置等资讯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刚刚叠加层上按右键内容 就可以重新进来这里,重新进行调整 接着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地图 把它调整到30或40度的一个透视角 这样可以做出比较好的3D透视图 那您在使用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使用滑鼠的左键是平移地图 如果使用滑鼠的中间滚轮压住不放拖翼的话 它就是用来调整我们的透视图 跟旋转的角度 往上、往下是调整透视图 往左、往右则是做旋转的部分 把它的角度调整像这一张图的方式 这样呢,我们待会在做地形图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更好的3D立定角度 按住滑鼠的滚轮往下 接着往左边,我们再调整一下 这样就OK咯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输出 选按档案里面的储存 储存图片 它在图片上呢 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这里有图例啊 或是一些地形资讯的 如果你不要那么多,可以找到地图 选像这里 把这些不想输出的部分 然后做一个关闭 这样就OK了 接着你可以选择 你觉得比较适合的尺寸 按下储存图片 那储存的时候呢 它预设是JPG 建议您可以把它换成PNG 这样效果会更好 现在我们在Photop里面 把这张地图打开 我们要把它的红色外框 还有它外部的地图区域的部分 把它做删除 在这边我们会使用到快速选择的工具 首先你可以把笔刷的部分把它设大一点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选择这个范围就会比较方便 你在调整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画面上的这个外框 那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拖曳一下 把没有选到的部分把它堵起来 还有天空的部分在这里 接着因为它预设是加选 所以我们把它换到简选 那我们就在红色方框里面的这个地图的部分 那是我们要的 我们就把它简单在里面点一下 它就可以把这个范围 把它取消选取 这样我们就可以选择到 我们所不要的红色外框 加上外围的部分 现在呢 我们按下键盘上的Delete 这样就留下来了 不过呢 您如果仔细把它放大来看 其实在它的边缘的部分 事实上还会有一点点 就是我们刚刚红色的一个范围 现在呢 我们可以在缩图上按右键 选择像素 或者是Ctrl按着 点按一下图层的缩图 我们就可以把 目前图层里面的影像范围 把它重新做一个选取 来选取这边修改 设定一个边框 那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依照你的图片大小 比如说我这边可能用10 我们就可以让它的旁边呢 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 一个有边框的一个选取范围 就抓到了 按下键盘上的Delete 就可以再把 刚刚所看到的 这些红色的小范围 把它再做一个清楚的动作 现在呢 我们要使用Photopee的钢笔工具 来建立3D地图的厚度 在这边我们跟书本里面 所提到的选取工具的做法不一样 因为用这个项量工具的话呢 未来大家如果想要做调整的话 会相对比较方便 那如果说您对于 比较完整的Photopee 它钢笔工具的一个教学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一本我所写的 高纸数位科技应用下册里面免费开放章节中 我就有一个完整的介绍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用钢笔工具 像这样子 把地图的3D厚度把它画出来 首先我们先新增一个空白的图层 把它移到地图的下方 接着我们来选用钢笔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在顶点这边 把我们的地图厚度 把它点一下点一下就可以轻松的完成 那在这里的话 如果你是像我这边点在这个位置 那因为我们这边地形比较高 反而没有办法遮住它 这时候呢 你可以搭配我们Photopee里面 像样的调整工具 就是这个白色箭头直接全取 点到这个节点 你可以往上拉 那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图层 已经放在地图之下 所以虽然我拉的比较高 但是上面的地方呢 就会被地图的图层遮住 所以您可以看看这样的透视角 这样的厚度是否OK 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找另外一边哦 一样再新增一个空白图层 也是使用钢笔工具 在顶点的位置先增加 好到这里还是不够高 我就回到白色箭头 再把它拉高一点 这样我们两边的这个 壁图厚度就把它建立起来哦 如果你想要调整它的颜色 你可以第一个先选到你要调整的是 左边还是右边的厚度 接着回到原本的当笔工具 你就可以从填充这边去选择 你想要使用的是 单个颜色还是渐层 甚至呢 这边也有图样可以选择 如果你想要自定颜色 就在这个色块上按一下 就可以找到你自己 想要使用的颜色按下确定 这样就有哦 如果你觉得 Google地球它的地图颜色比较偏暗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以下的方式来进行调整 这里我选择的是用曝光的方式 也就是它是相机中的EV值 这种方式应该会比你使用亮度色接曲线 来的更容易简单一些 为了不影响我们刚刚所产生的这个 地图的厚度 所以呢我们要先重新把这个地图的 范围把它选取起来 在这里呢我们就点到Ctrl 按一下图层的前面缩图 这样我们刚刚的范围就重新再选择了 接着呢就从下面这里 选择调整图层里面的曝光 那您透过曝光度偏移或伽马校正 都可以马上来调整影像的亮度 只要是往右边调整都会是变亮 这种方式呢相当的直觉也很容易使用 如果你后悔了也可以先把眼睛关起来 看看原始调整前呈现的亮度是多少 再把它眼睛打开 我们就可以再看一下套用之后的结果 如果真的都不满意 也可以把这个图层丢到垃圾房 这样就可以把它移除 最后呢你就可以从这边把它转重为PNG 拿到简报或是我们后面CAMMA 本云端服务里面来使用 以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到CAMMA里面 再加上其他的插图文字 以及动画所呈现出来的效果